來把他給家人想 說要大家去洗一盒 哈囉 現在三小姐往前看 往前交 大家好 我是郭欣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內湖的東湖市場 那今天呢 就要帶領各位觀眾朋友們 來看一下東湖市場有什麼樣的美食 跟什麼樣的特色 然後今天我們大家都起了一大早 想說來這邊 好好的參觀一下 好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跟著我郭欣一起來 來去菜市場 走 今天天氣很好 是一個適合逛菜市場的好日子 其實我跟菜市場的淵源還滿深的 因為我是從小就在菜市場長大的小孩 那我自己平常也是會去菜市場買買東西什麼的 很懷念菜市場這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但不知道現在買菜會不會送蟲 好啦 我們慢慢的來看齁 天氣真好 我平常是個很喜歡吃魚的人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海鮮好了 老闆娘 嘿 嘿嘿 妳好 我是郭欣 那今天有什麼比較特別的魚 欸這什麼魚 欸 那個是甩條啊 殺魚啊 這是什麼 我們自己傳釣了 你們自己 這是你們自己傳釣了喔 對阿 他會阿 吃一個 可是這個 這個你們要怎麼料理 那個還要燙 他是像 做那個魚片火鍋那樣子嗎 也可以 蒜魚片這樣做嗎 也可以 阿這個咧 這個也是你們去釣的嗎 對阿 那個是我們自己傳釣的 這是什麼 還有這 酒 叫我們酒告 酒告 聽不懂 哈哈 我有不會講的 對 對阿 我們今天要不要吃吃看鯊魚 哈哈哈哈 那個你們不會吃 哈哈哈哈 不會喔 阿你擺這邊要給誰看 不是 擺這邊觀賞的嗎 那個是老輝阿 才會吃 喔 這樣年紀老輝才會吃 喔 我們這種 喔 好 了解了解 對阿如果哪一天 如果哪一天 自己在家裡面做魚鍋 放一條鯊魚進去 其實也是挺嚇人 哈哈哈哈 好老闆娘謝謝喔 來這邊跟你討知識 對阿 了解了一下 謝謝謝謝 剛看完魚過來看一下雞肉 嗨 你們這雞爪是不是特別大隻 大隻 大隻 這雞爪特別大隻耶 這是 放山雞 喔 你說是什麼雞 放山雞 都是放山雞喔 還有土雞跟黑骨雞 然後還有古早的 這邊寫了一個 喔這是母雞 母雞母的 為什麼是公雞 這是價錢還是公雞 那為什麼公雞比較貴阿 因為公雞比較大隻 喔它是看大隻來分喔 不是說 趁金的阿 所以不是說公的母的肉質有不一樣嗎 有不一樣阿 公的是比較結實 母的是比較嫩 喔 因為我一直以為老母雞 就是母雞比較貴這樣子 阿忘了自我介紹 我是郭姓鳥 原來是這樣喔 我一直以為母雞比較貴 哇賽 哇這個雞腿這麼大一個 母雞都很大 好大一個喔 這個如果拿來做那個什麼 麻油雞腿那個好過癮喔 這麼大一根 很有嚼勁 哇這個好棒 哇 那像你們這樣怎麼賣 一隻雞腿 一隻雞腿 我們是趁雞 喔喔 了解了解 所以它一隻雞有多大 它就這樣 這麼大 蛤 是嗎 對 大隻那個 喔喔 我剛剛沒有全部看到 拿起來 可以拿起來一下嗎 可以阿 哇這個好大隻喔 哇這個好大隻喔 好寫寫喔 哇 完成嗎 應該是芥末 芥末 應該是芥末 芥末嘛 芥末 真的 不是不是 那是什麼 芥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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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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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可以笨成這樣 欸 現在什麼水果是產季阿 老闆現在什麼水果是產季阿 老闆現在什麼水果是產季 應該幾個 鳳梨跟什麼 鳳梨 鳳梨 蓮霧芭樂 鳳梨蓮霧芭樂 對啊 對啊 羊桃 喔羊桃 喔 我們這羊桃 喔看起來很棒耶 這一定很甜對不對 一定很甜喔 要不要吃羊桃 哈哈 沒 要不要切 現在可以切嗎 這叫什麼羊桃 鳳梨羊桃 馬上來吃一口看看 你看 好多汁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鳳梨是好吃的 好吃 好吃 好吃喔 一個讚 讚 鳳梨羊桃好吃 好吃 幫老闆娘照一下 對外老闆娘照一下 有啦兩包夠了啦 夠了 地瓜 哇 地瓜健康 養生 剛剛都看肉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蔬菜好了 我最常吃的就是花椰菜 這個花椰菜一看就比那個超市的還要大 而且 價錢也沒有比較 也沒有比較貴 反而比較便宜一點 這一看就很棒 白的 我喜歡吃綠的 偶爾會吃白的 我喜歡吃花菜 這是菜心嘛對不對 剛剛有講的 煙菜心 我沒有做過 這什麼 這什麼 高山娃娃 阿姨妳說這叫什麼 高山娃娃菜 十塊喔 這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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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山娃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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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山娃娃菜 這要什麼料理啊? 那個 切片啊 炒薑啊 我連吃餐廳都沒吃過這個 有嗎? 那我吃的比較爽 好特別喔 高山娃娃菜 是想要買那個娃娃菜 但不知道回去怎麼做 所以就還是算了 好 滷肉乾的滷肉喔 所以老闆請教一下 你這個皮蛋跟一般外面 我們那個醃漬的方式呢? 外面是怎麼做的? 我們外面一般在做的話 市面上的皮蛋都是用化學藥水浸泡 它就是我們形成的醃漬 它經過化學變化以後 然後你再用石灰 石灰 然後下去包固 包固起來以後放著 然後經過兩三個月以後 你再把它洗掉 要賣的時候再把它洗掉 拿出來賣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它是用重鹽下去浸泡的 什麼是重鹽? 就是很鹹很鹹的那個鹹水 下去浸泡 然後再來你再用紅堵下去把它包固起來 為什麼要用紅堵? 用紅堵? 對 為什麼要紅堵? 比較黏 紅堵是比較黏的 它保存 它可以保存的比較久 我這個是無籤的 真正的無籤蛋 所以那個化學是一定有籤的嗎? 對 一定有籤的 你只要看 怎麼看 怎麼看 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籤 來 我們給Gino看一下 這個甜點就是籤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籤 好 感謝老闆 謝謝你的皮蛋 好 謝謝 Gus 一直來 相分瘭 擁有 就是